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被触眉头的人 你现在今天我不知道哪些国民党委员有吃 林佩祥 你们吃的这是怎样 是预袭有一天你会进去宣预袭 对 徐晓鑫在帮他们送祝福 是不是大家觉得你是不是在预袭 徐晓鑫在预袭 第三个叫不天良的人 不厚道那就是徐晓鑫本人 他自己有亲人在里面 这个心态是不好 我们常常讲 哀经勿袭 这是我们在办案的时候 还有看到这些事情 我们常常讲哀经勿袭 而他不是 他自己的家人 现在也被收押在里面 他的家人 他竟然是这样子来讲 然后当然徐晓鑫起来 很快就不吃 所以黄杰说 你是想要暗讽说 所有的国民党团 都是要坐牢的人吗 因为他给所有的国民党团吃 他可以跟林医事送 然后现在出事的时候 还暗宣徐晓鑫 徐晓鑫应该更了解各种 徐晓鑫吃过 所以徐晓鑫我看起来要死 徐晓鑫之前遇到自己有事 就哭倒在傅鑫局的怀里 现在请傅鑫局吃 你在看守所以前 在监狱吃过的早餐 这样好 不过这个显然的 为了声量不择手段 阿祖姐 这实在是他 不太好 基本上徐晓鑫就是一个 古灵精怪的人 而且他很喜欢哭守人家 所以他做这样子一个动作 那是他自己的选择 以我个人来讲 我也不认为这个是很适当的 因为这个也不是只有 这个郑文燦一个人 关在看守所里面 看守所里很多人 对不对 那很多的人 他可能一时做错事情 或者是说 他有一个什么状况 在看守所里面 那在调查 那这些人呢 我觉得说 也许我们应该用无罪推定 也想想人家的家人 是什么样的心情 他都没有想到 他自己的家人 所以我觉得说 大顾跟大顾 他古灵精怪 做这样的一些动作 我觉得是他个人的选择 但是基本上 我们看看 其实很多的受刑人 或者更生人 我们应该更宽容地去看待他 不过意义上 显然徐晓鑫 他只要为了身样 为了自己出名 他不惜踩在任何人的身上 难怪他会说 神来杀神 佛来杀佛 佛党杀佛 神党杀神 所以他是无所不用其极 只要为了他自己好就好了 所以这个人是 自私到极点的一个人 对 而且不只是这样子 他还会常常会放消息 而且我要跟检察官讲说 我们侦查不公开 很多的最近的消息 是不是透过徐晓鑫 毕竟现在已经外界在质疑 现在在侦办的检察官 跟徐晓鑫是过去的同学 过去的好朋友 那是不是透过徐晓鑫 把这些资料外流 因为今天又有一份资料外流 就是黄国昌举证说 内政部收到所谓的 这个陈勤文 但是这件事情 刚好证明一件事情 叫做郑文燦 没有实质影响力 因为内政部到最后是没有过的 那没有好 来跟郑文燦成情没有好 但是跟谁成情有好 跟柯文哲成情有好 不要忘记了 金华城跟柯文哲成情之后 两年内快速通关 560%的容积率 变成840%容积率 就是跟柯文哲成情的 所以要比实质影响力 柯文哲你的实质影响力 高过于郑文燦 不知道高过多少 不过讲实在话 郑文燦这个案子 他最后当然要送到内政部来 我讲实在话 是不是在我任那批的 我忘记了 是啊 是哦 我讲实在话 我真的忘记了 但是内政部是没有过 没有过 我们内政部是按照 按照规定来处理 所以其实我对这个案子 一点印象都没有 所以那天问我 甚至有记者问我说 我真的没印象 那就没过啊 我真的没印象 完全没有印象 也没有人跟我提过这个事 从来没有过 对你从那个文章就看 那个只是一个例行的 那个什么陈情啊 很多陈情的那种公文的回答而已 我正确不知道 我在讲 因为其实内政部的事情 真的太多了 我对这个案子 一点印象都没有 内政部是当然薄回啦 所以 你看起来什么 实质影响力 实质影响力就不会薄回啦 对对对对 哪有可能 无法影响虚国有 有啦 那有可能 不过你当时没有驳回 搞不好今天连你都有嫌疑了 不过 我不会有嫌疑 为什么 因为这个其实 我要让大家讲 很多人不知道过程 其实他送上来以后 是先送到我们 我们那个营建署 营建署 现在叫做国土管理署 那里他有一个会议要先开 他在那个会议就剥掉了 然后呢 在那个审议会议就剥掉了 所以其实那要一关一关的过 那一般来讲 审议那个案子的主席 绝对不是部长 绝对不是部长 所以我也先让大家知道 所以部长不会参与任何一个都市变更的案子 至少我当部长四年半 没有参与过 我有去参加过 以前我当台北县官员的时候 有参加过 审查的主席是次长 对都是政务次长 或者常务次长 所以部长不会去审查 所以我跟你说 所有的都市变更的案子什么 去段征收 四地重划 我都不去主席 四年半 我一场都没有主持过 我可以明白的讲 所以我不知道是正常 我不知道正常 所以从这里来讲 显然的没有什么十字影响力 没有什么十字影响力 没有啦 这绝对不会有永克的十字影响力 所以这就是 但是外界在看这案子的时候 其实把它导向